偷了不少钱,放了很多的生命,以后被查出来了。查出来啊,他很老实,他承认了,他不妄语。 但是是没偷的,是我偷的,偷了多少都说出来,偷去做什么,放生放掉了。 所以这个判官的时候判他罪啊,他没有自己话了,放生了,只好把这个事实报告给过往,过往一看也好笑,这个人愚愚痴,把过家的钱的时候偷的,明明晓得这个要杀头的,他不怕杀头啊,他要去放生。 这个过往就吩咐,按照法律来,是斩首,要杀头的罪,绑到这个法场,是行行,过往就交代见长官,去交代他,把他绑到法场,看他的头,看他害怕不害怕。 如果他害怕,就杀掉,算了。如果他不害怕,就放回来,叫他来见我。 他绑到法场的时候,面不改色,他说,你怕不怕?不怕。 他说,为什么不怕?我一条命啊,就了千千万万的命啊,很值得。 他不但不害怕,他很欢喜,所以这个建战官马上报告过往,就把他带回来了。 过往跟他一见面,也很欢喜,问他了,这个愿意做什么事? 他愿意出家,过往就成就他,让他出家。 过往做他的护法,所以以后啊,他就做了顾思了,过往的老师了,过往对他非常尊敬。 那么有一天呢,这过往是虔诚的佛教徒,修福啊,供斋,大千僧斋啊,五哲大会,这五哲大会是平等的供养。 只要是出家人来应供,过往是一律平等看待,叫五哲大会。 那么当然来的出家人很多,虽然说个平等供养啊,那摆在桌上总有上座啊,这个上座啊,谁都不愿意坐,大家总是谦虚退让。 当然人家尊重永明嘛,永明是皇帝的老师嘛,但永明大使也很谦虚,都不肯做这个首席,推推拉拉的,就来了一个和尚,大家都不认识。 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,看到大家在那边推让呢,他老人家就不客气啊,就往首席上一坐,就一坐下来了,当然过往也不好意思,过往心里不痛快。 老师没有做首席,老师没有做首席,就来了一个不认识的,但是总算是出家人,也就不便说话了。 这摘罢了,大家都散掉了,散会了。 过往就问永明大使,我今天供债啊,有没有圣贤人来应供啊,这有圣贤来应供啊,他的福报就大了。 永明大使,有啊,他说什么人呢,他说定光古佛,今天来应供。 他说哪一个世界?做首席那个和尚,就是后朋友。 这个过往心里就很高,很欢喜了,赶紧派人去追踪。 啊,这个和尚呢,这个和尚呢,耳朵很大,啊,不知道叫什么名字,就是大耳朵和尚。 就到处去打听,这个大耳朵和尚,你们有没有看到,从哪一条路走了? 在派人到处去问了,追踪了,找到了。 他老人家在一个山洞里面休息。 啊,这个身份护露了,定光古佛化身来的。 在找到之后,过往派的人的时候,在顶礼膜拜,请他到皇宫里面来供养。 这个老人家说了一句话, 尼陀饶食。 阿弥陀佛多思啊,饶食,把我的身份护露了。 圆极了,就圆极了。 这是一看呆了,定光古佛找到了,佛圆极了。 在想了一想,他刚才讲的一句话,弥陀饶食。 那这个是永明大师说的, 哎呀,原来永明是阿弥陀佛再来的。 还好,回去报告,阿弥陀佛还在,定光古佛走了,阿弥陀佛还在。 回去报告过往,定光古佛怨急了。 当然,过往很失望。 一听说永明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, 这欢喜得不得了。 赶紧啊,去接永明大师。 快步啊,往外走啊。 走到门口啊,外面一个报信的人, 慌慌张张的,几乎跟国王碰上一堆团了。 国王问他,你怎么,什么事情这么慌张啊? 所以永明大师原极了。 所以诸位要晓得,这是佛门的规矩。 身份一录,马上就要走。 身份录出来还不走,那就是要骗人了。 骗人恭敬了,骗人供养了。 这项的功案呢,在我们中国很多很多。 身份漏了,立刻就走了。 你再也找不到他了。 永明这是个例子。 风干火山也是如此。 寒山士多,大家晓得是文殊普贤菩萨再来的。 身份录出来了,也就找不到,失踪了。 人就失踪了。 那么在近代,明过初年, 灵燕山映光大死。 映光大死是大师智菩萨再来的。 她的身份怎么露出来的呢? 《灵燕山映光大死》。 《灵燕山映光大死勇斯吉》里面有一篇文章。 诸位细细看看就明白了。 这个事情是她老人家。 万年。 在上海, 在上海, 举办了一次, 互过习在法会。 它那个法会当中的开示的法语, 在台湾流通的很广。 。 诸位都能看见。 这个法会总共是八天。 她来主持这个法会。 当时, 在江苏一个小地方, 是一个初中的学生。 是一个女孩子, 年纪很小。 不信佛教。 晚上做梦啊, 梦到观世音菩萨。 观世音菩萨告诉她, 你跟大师之菩萨有缘, 大师之菩萨现在在上海弘法, 你要去见她。 她就问了, 大师之菩萨是谁, 我怎么找得到呢? 她就跟她讲, 是映光发死, 就是的。 第二天醒来, 觉得这个梦非常奇怪。 因为观音菩萨, 不信佛的人也知道, 卑异观音, 是家家观世音的,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 虽然不信佛了, 都想到观音菩萨。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大师之菩萨。 于是乎到处就打听。 打听了很久, 用那手向下的人都不晓得有大师之菩萨。 大师之菩萨知名度不高啊, 没人晓得。 建议在乎的,